这只猫马上就要卡了 只见它跳上桌子往冰箱一跳 竟然在半空中停了下来 看到此景 阿强懵了 打了十几年盗版游戏的它 都没卡过罢了 反而在现实中碰到了 它好奇地拍了一下猫咪 触感竟然和气球一模一样 当它抓在手中来回摇晃时 房间里的灯光突然闪烁 它的身体开始吓沉 下一秒 整个下半身直接穿膜了 没等阿强反应过来 它就出现在了地下 接着掉到了一个黑洞后 瞬间出现在了树林里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 自己穿越到了古代 穿过树林后 他看到了几个原始人 阿强本以为这些人在拍戏 他上前就是一番友好的问候 没想到这些人并不友好 抄起家伙就追了过去 眼看自己要被抓到 阿强突然停下脚步 拿起电话假装叫人 趁着原始人懵逼时 他趁机开溜 很快 他跑到一个山洞里 结果脚一滑 再次穿越到了现代 一头砸穿了天花板 懵逼地回到了家里 而家人们看到他一脸强灰 还以为他在做炸弹炒鸡蛋了 因为白天发生的怪事 阿强决定去医院检查脑 可医生看完他拍的CT后 却看不出任何问题 一脸郁闷的他只能回到家里 第二天 他画室的水龙头忘记关了 一屋子的名画全给水泡了个遍 正当他抢救最后一幅画室 突然被吸进了水里 等他再次冒头时 自己却出现在了湖里 并且那幅画还被淹了 这时 岸边还跑来了几个原始 看到阿强的出现 他们很是开心 可没等阿强反应过来 他就被同时拉出了水面 很快 那些名画的主人听说画室被咽喉 着急地找到阿强让他赔钱 就在阿强解释时 意外再次出现 抬头一看 自己竟然穿越到了远古时代 原始人哪见过现代人呀 族长以为他有神力 怂恿他给大伙现场飞一个 阿强看着众人那么客气 二话不说直接从树上跳下 结果重重摔在了地上 原始人为了听懂阿强的话 给他塞了一颗好果子吃 没想到一吃完 果真听懂了他们说的话 阿强不断解释着自己的身份 可原始人并没有在意 还给他带上了象征性的头环 接着组长带他来到天台 跟他解释了一切 之所以他会穿越到这 是因为部落的预言书写着 他就是拯救部落的英雄 而他此行的任务 就是帮他们对抗巨人族 阿强一听要干假 当场就摘掉了头环 并再次强调自己不会武功 组长见他还在装蒜 立马命令手下让他再飞一次 没办法 阿强只能勉强答应了下来 随后 他被安排到了豪华单间里休息 正当他想要吃瓜时 刚抓起来闻了闻 结果又穿越回了现代 众人看着他突然拿着大西瓜 很是懵逼 眼下 阿强也顾不上画室的东西 毕竟自己还要面对强大的巨人族 为了短时间内提升能力 他来到书店买了几本兵法书籍 接着回到家里 用儿子的玩具进行沙盘模拟 找到了巨人族的地盘 正好在半路撞见了他们的人 为了展示自己所学的技能 阿强和对方商量一对一单挑 巨人族的人也答应了 只见阿强挥舞着尬舞剑法 一下就把其中一人迷住了 没想到对抗中 他失手干掉了他们的使者 这一举动 直接给部落的人带来了麻烦 那位巨人告诉他 这是开战的信号 明天他们就会行动 说完就转头离开了 为了保护部落的人 阿强带着手下 来到敌人的阵营附近观察情况 回去后就给部落的人讲解战法 到了晚上 阿强穿越回家后 练习起了剑法 结果轻轻一挥 冰箱门直接被劈成了两半 他想穿越回去练习 却怎么都回不去 没办法 为了明天能够更好的作战 他只能继续研究战术 没想到 刚躺下他就陷进了沙发里 这时 部落的人看到了他 连忙拿他来到了安全的地方 阿强一边跑一边研究战术 终于给他找到了能用的办法 剑撞 他叫部落的人先撤离 随后照着书上的办法 安排手下制作弓箭和长矛 而他则是带着一队人马 扛着一根空心树干 来到巨人族阵营附近 第二天一早 阿强只身一人出现在了巨人族部落前 他上去就直接给了其中一人几巴掌 甚至对他们展开了群巢 没多久 阿强就被几百人追着打 看着巨人族重击后 阿强朝着山头大吼 事先安排好的手下 纷纷出现在了山顶 等阿强躲进树干后 他们举起弓箭 射向了巨人族 顿时间 来不及撤离的巨人族 轻松被部落的人干掉 只剩下一群杂兵带着巨人族首领狼狈的离开 经过这一战后 阿强彻底走向了巅峰 还被部落的人推举成了国王 而他也开始规划城市的建设 现代与古法的结合 很快就给部落的人体验了一把信息差的感觉 久而久之 阿强开始飘了 部落的人向他提意见 好听的话他会多听一句 不好听的则是直接抬走 而他这傲慢的态度 最终导致部落的人开始集体反对他 阿强被逼出了宫殿 无处可去的他 最终跑到了山洞里 却不料 这里正是巨人族躲避的地方 巨人族首领看到后 气不打一出来 直接把他从角落里拉了出来 还说要和他单挑 阿强见状赶忙拿起地上的武器防备 只见巨人族首领来到他面前 眼看要被一脚踩死 没想到 他拿起武器丢向首领 直接刺中了他的心 巨人族首领就这样被干掉 阿强走出山洞后 本以为部落的人会重新接纳他 可组长缺输预言里的最后一条血 凡是干掉巨人族首领的人 就要被他们吃掉 这样他们就能获得两个强者的能力 说完就把预言书烧了 听到这 阿强赶紧撒腿跑路 可他还是被抓到了 眼看就要成为他们的牙缝肉 关键时刻 阿强的部落妻子把预言书从火堆中挑起 接着扔到了河里 这才就吓了他 而预言书被毁掉后 你会选择做什么事情吗 我是夜球 我们下期见